你 早餐你要吃水果吗 我会 可以 来 过来 快去吃饭吧 早上那个 像那种奇幻森林的 这个 这个不是我们节目主的闹钟 是你的吗 我真的吐了 我说声又很小 是我在忘了 因为我设的那个闹钟 你设它干嘛 他昨天设的闹钟 你为什么要设它 昨天也设的 我说 在别墅区 换了一种风格 很柔和地叫醒你 感觉一个灯 有人要回来了 真假 早上没有灯 有人要回来了 二零二女生 你说 还是李雪芹吗 因为是二楼的房间 好了 我们坚决不去这里 好吗 坚决不去园 坐上去 题目一发出来 请问这是什么 就结束了 宁可光荣的战败 不能让人家取笑你无知了 对 我刚说的是不是有点草率了 草率了 每次龙哥告诉我们说 大家要照顾好自己 不要因为彼此原因 拖累彼此 就能各自为战就各自为战 结果第二天比赛的时候 他会帮你 你是不是用这种心理战 来高垮我 那你知道什么叫以德抱怨 你这样会让我觉得自己很宝贝 你是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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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的比赛 要去讲吗 你要走了吗 嗯 你就今天你就不参加了 什么 你回去说东西 嗯 没事 完了我就 不不不不不 不是你签子不要愧疚 哎呀 我非常能理解你 因为我也在努力地整理自己 让自己接着玩下去 哎呀 我真的没想到他会想走 今天不如这样 我们邀请你们 跟我们一起坐车吧 我们拍了 拍了好多素材 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做一个 可以用上这些素材 就探 探 探剧组的秘密 就饿傻大闹青斗 这个地方其实早上真的很特别的 因为早上起来 真舒服 我跟二伟起来的时候 又有一种抽离感 因为昨天我们晚上 又突然很多人 但是一早上呢 那么大的园区里面 空无一人 就我们俩在那 游荡啊 闲晃啊 然后突然车子的 就通知我们说 哎 你的车子车门未锁啊 二伟就说 哥 这车离我们不远啊 所以我们就去把它找回来了 已经开锁 这不就找回来了吗 好的 请各位乘客 系安全带 欢迎参加我们的这个 体验之旅 体验之旅 这个地方呢 在中间就是这个温泉酒店 我们出来做导游 是必须要把这个 环境介绍清楚 明白了 对 确实好像第一次来感觉 挺新鲜的 对 下面是它停车场的区域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右手边 右手边就是它这个临近河 出海口 对对对 这边很漂亮的这个风景环境 包括你看前面 这前面有个天创大剧场 然后有个摩天轮 对 好 然后那个蓝色那个是塑料桶做的那种浮桥 所以等水来的时候呢 它就浮在上面 帮助大家通行的 这个是非常好的 明白了 那你看这个摩天轮暂时好像没有开启 这个地方不是我们刻意要看的 它本来设计就是一个观景台 好 那请各位试驾的乘客们可以下下车 太冷了你穿上去 哎 我们不是进去吗 去里面 去食堂吃饭 嗯 他们说鲍贝老师 看PC 卧底 太烦了 这个卧底真的我们居心他 哥我跟你说我们有线索来吗 来来来感恩的心感谢由你 啊你谁呀 难怪他不跟我们去 林心叶还有 对林心叶也是 难怪 鲍哥不跟我们去 他卧底他不可能 他如果说输了他就他就敢 就老他说昨天玩是大型的老人杀 嗯 怎么说人玩呢怎么个狼啊 就让你背后一个东西他可以骗你 因为大家都很信任彼此 告诉我是啥我告诉你是啥 嗯 现在还没到那一步吧应该 但是他们开会的时候 NBC两个NBC可都在他们主 哦 好 好危险啊 他们说的好像 在帮忙商量对策商量策略一样 对策是如何淘汰你们 哈哈哈哈哈哈 笑死我 你这我旁边 然后他也不说话 会不会还有NBC 鲍哥你不是NBC吧 你看我现在NBC吗 哈哈哈哈 还NBA啊 哈哈哈哈 是吧 和DBC的 是吧 你们要去 你们要去哪个 我们好究竟 现在还在商量 我这不是就跟他们俩说这事呢 我想去心里 你们呢 你们是什么情况 就我和宝兰去脑力嘛 你们是想全去心里 对 我不能再去心里了 再哭了 我吃不了 因为我跟熟的人很熟的人在一起 我情绪就会很不稳定 就如果要那种就必须淘汰他们 我就会 崩溃 崩溃 所以已经崩溃了很多次了 所以你担心的 从来不是自己 而是自己的朋友 对啊 所以我这些东西就会很多 然后我就想就算了 我就别跟我们团队的人在一起了 这是什么呀 回去咋样昨天 还好 休息好了 不知道你们为啥 因为被张淘昊气着了 不是 就是这个东西就很复杂 我没有跟你们有任何的交流 就是因为 我们要就是一直在说要淘汰嘛 然后我就想着 就是那我就必须得刀人 因为我想着那我来做这个坏人 然后结果刀 然后刀了之后 刀的时候我也很难受 不刀我也很难受 我怎么着都很难受 然后结果刀了 然后发现刀错了 我就更难受 确实 而且又是你们组的团员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 恼人少 恼人少去哪儿 你过来吧 你指定是不能跟你们的人移对了 来吧 来吧 我们先想想吧 我们先想想吧 我不想搞 这组就是 不是上来拉帮结派的 你不要想那么多 你们呀吧 他们想把你换回去 他自然会来 我们先开这个口 大家谁都不尴尬 我听你们安排 我跟那边已经讲了 我说如果 我觉得德德好 从我的视角 我希望你尊重游戏 冷静哦 德德 这哥们到底是烟雾蛋还是啥呀 不是 有可能是烟雾蛋 但是没事能玩 你看他过来 他现在是这样的 过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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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呢 如果你不想赢 你告诉我你不想赢 就是 就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来说 比较重要的事情 我可以理解 那既然现在德行报告社 身份明白 我其他的一概不过 我同时做到两件 一尊重比赛 二尊重团队 哪个团队是这个还是那个 我听你们安排 我跟那边已经讲了 我就直接不听那边站手 是不是觉得这边很好 氛围好 那个晚间就是 怎么办 我真的不舍不得离开这里 你们感觉 有点可怕现在 我去那边快乐就没了 我觉得你们就是心肯应该 反正健康无所谓 对 我心肯应该 这个就是无敌的 因为 我跟沈瑞是心态最健康 加油 吃换菜 你看我能不能回来 主要是 我走了啊 加油去你 加油 干掉他们 一定会回来的 等我 一定会回来的 我一定会回来的 我一定会回来的 哥哥们得整整对策 我的优势能是相对的 但我不是绝对优势 明白没事 你知道我们知道银是绝对优势吗 如果那个实名心来 那我这就成小卡拉米 他咋了 他参加过最强大脑 他有失误的时候吗 但他也有他的问题 他有时候会陷入他的那个计算的那个模式里面 他会忽略一些出题人的思路 他会钻进去 过度思考 对 就像咱俩玩这两天的脑力游戏都是 那个鱼尾不也挺厉害的吗 然后第一天都一直给他算算 最后最简单的都还在算呢 然后昨天那也是 昨天是你们一直在算最正确的 我俩就非常快的那种 乱拳打死老师傅了 在会看 要是一看 就是那种 那种一下肯定是整不过他的那种 咱就乱拳打他一下 就毫无章法 就不整章法 无招胜有招 要是章法整不过他的时候 咱就毫无章法 复活岛第一场机会赛即将开启 我们十三个人 他意思就是三个人能通过 如果今天通过的话 今天就要在原路返回 如果没通过的话 再回来 回来 你一宿我不用睡了 我的位置 脑力游戏 哎呀 数学题啊 我就是数学题 这个对我来说就是我擅长的东西 大腿的感觉 我们可以三个人组队 五 四 五 死活找不到任何人做 有什么样 无法结束 结束去取卡 我一点都看不 我一点都看不 我身心量好感觉 我受不了了 这什么人啊 你尽管你 做什么事 做什么事 我担心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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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担心你 好 我担心你 我担心你 你担心你 为全球大战 他们真的经验丰富啊 整场局势上的分布战术非常简单 就是高举高打 哥哥哥 我没别的路走了 你们逼我上全路 本关卡游戏为心跳闹钟 你演得好像 对不起 没关系 这个 还丢了 撤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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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配合我丢了 你走在丢了 爸 好快的 这是我们玩的最快的一次游戏 这个我们有点 弄调圈着的 我们管不上 他都会走 没有意义 游戏结束 为什么不那么长话 有些单身 哇 第一回合 三 二 一 开始 走 可以 可以 爬起来 先走 别急 别急 走 走 哎 慢点修 慢点修 喂 慢点修 哇 修慢点 慢点修 太高了龙哥 这不只高 熊野强 来不住 开始 不 高哥 起床了 哥哥 起床了 不要睡觉了 不是 怎么倒头都睡啊 龙哥 年轻人 早睡就睡 这个游戏叫抱大腿吗 太羞辱了